公衛專家他也是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員叫何美香 大家知道他 他說這個米酵菌酸在中國已經落地生根了 要控制不要讓它擴散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進入台灣的生態鏈 這一講以後 民進黨的無心帶就是顯然在中國已經落地生根了 台灣受它的影響 那這個有醫生 蘇一峰醫生說 這個也能夠操作抗中保台 拜託你做做功課 這什麼是中國傳過來的 衛福部長 薛人員說 這個毒素要飄漢過海是不太可能的 怎麼可能大陸飄漢過海到台灣來 不可能的 另外因為保齡查是沒有保險 所以衛福部說 將來系統警示要一週內上路 誰沒有保險 警示就會出來 保險一定要去登陸 類似這樣 林淑芬也民進黨立委轟衛福部說 你這個報告怎麼跟3月4號內容跟結語都一樣 那麼半天你這麼 現在就已經到了4月1號了 沒有新的發展嗎 怎麼跟一個月以前幾乎都一樣 而且被罵 說你不能說挨到520就算了 520大家下台了 換人了 好像就沒事了 不可以這樣子 另外他是不是被 薛人員被留校查看 薛人員說這我不回答 事實上他也很難回答了 我們看一下 會產生米燒菌酸的菌種 僅在印尼 非洲以及大陸 具有心臟血管外科醫師背景的 台灣基金秘書長吳星代 點名這病原體顯然在大陸落地生根 更暗指保齡查是案中的菌種 可能是大陸傳過來的善業 因為沒有菌種的線索 但吳星代受數據質疑 像是廣州的食品採樣322件 其中就有3件可長出此菌種 桃園市前緣王浩宇也高度懷疑 這一次事件是從大陸流入 從這個全世界的文獻來講的 最早發生的是在印尼 反而指向說米燒菌酸 這個細菌就是中國來的啦 它都是阿公啊陰謀啦 其實有一點在操弄民眾的恐懼議題 蔡酸這菌種也被操作成抗中保台嗎 我想一個毒素飄洋過海來的話 應該比較不太可能是這個樣子啦 因為它不是這個毒素本身並不是說 單純在實驗室裡面製造出來 1號這天在新增2例陽性個案 目前累計14例 仍不排除事件和照貨的果條有關 而保齡的產品責任險 統統過期 食藥署未來新增警示系統 產品責任險嘛 我們是產品責任險 但是產品責任險一定都要保嘛 對 那所以說未來這部分的話 我已經有交代我們食藥署 那在他的非登不可的這個系統裡面 要加上這個產品責任險的 什麼時候到期 食安連環出包 衛福部亡羊不勞 不過傳出自己被點名留校查看 部長被點名留校查看 你自己怎麼看 不好意思 謝謝 我扶回他 謝謝 眼前食安風暴都處理不完 520能否留任 部長似乎沒時間管 一鳳 我覺得他說每一項就是 食物都必須要就是說登入 然後必須要設定那個保險 我認為這是不可行的 因為你看到我們在市場裡面 有多少的食物 它是手工製作的 那在登入這些產品的時候 以及整個市場都要做的時候 我們未來需要花多少人力 而怎麼樣子確保我們食安 其實衛福部長期以來 一直沒有把這個過程 這個致死的原因 致死的程序查清楚 導致民眾現在對於食安的問題 都非常有疑心 從過去的這個 我們的那個 丹紅花的那個事件也好 到現在這個米酵菌酸的事件也好 其實我們應該有一個正常的SOP 可是並沒有從上次的事件 我們真的建立了正常的SOP 那導致這一次的時候 當然每一個事件的太陽都不一樣 但這一次其實我昨天 跟朋友去一個餐廳 這也會影響到什麼 觀光 現在餐飲業 那你看了 現在餐飲業 不管是在勞工 勞動力的需求上面也好 廚師也是很難找的 那我們的那個就是說 在服務業裡面的所有人力 都是非常的缺乏的情況下 那如果發生這個問題 導致民眾對於 從事這個餐飲業的 這個風險巨高的時候 那是不是又會造成 我們的服務業 人力更加的缺乏 那未來我們要發展觀光呢 過去台灣是美食天堂 昨天我們就大家在同州 要點菜的時候 就對於要不要點那個河粉 乍兩就是河粉包那個油條 有些人說現在就不能吃 那明明那家店 他就是現做的一個河粉嘛 就是現做的 可能不會有這個情況 那最後我還是吃了 那如果我六天以後 那個剛才鳳希姐跟我講 因為我看了這個相關流程 他就說 因為我們知道米酵菌栓 他在人體裡面的細胞核 那他會阻塞的是在這個 這個通道裡面 對 栗腺體 因為也許我們的細胞核裡面 原本有非常多的ATP 就是一些能量的 所以我們會慢慢的死亡 等到這個細胞裡面 都沒有這些能量數的時候 我們才死亡 所以就是我認為 那個我還是信任 竹家莊的河粉 我覺得還是應該挺安全的 但是民眾 我覺得不會有問題 民眾到底會不會就是出去 就是外食的時候 以及我們的觀光業的餐飲業 到底會不會受到這影響 我們的政府部門 對於整體 對於民眾的食安 對於所有觀光客的食安 你有沒有重視 我認為這都是檢驗的最好的時刻 我先提一下就是說 如果沒有查出真相 我們民眾要不要恐慌 因為他非常有可能 沒辦法查出真相 沒有辦法查出真相的原因 是因為 他其實大家注意 這整個的事件 我們覺得受害人非常的多 可是在26號傍晚之前 其實只有兩個例子 都是22號一對同事 然後去吃完了之後 其實很不幸的 其中一位 他在23號去就醫了之後 覺得好轉了 結果沒想到24號又惡化 結果24號不幸就過世了 26號新聞才 開始在網路上面流傳出來說 發生了這個死亡事件 你知道跟他同行的同事 吃一樣的東西 可是只有很輕微的腸胃不適 連就醫都沒有 是他死亡的消息出來了之後 從19號到23號去過保齡茶室 肚子不舒服 然後甚至於在加護病房的人 才想起來說 我有去過那一間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台南 現在還在加護病房的 這一位婦人 非常可憐 你知道他當時新聞出來的時候 台南醫生非常有警覺 問他說 你有沒有去台北的 這個保齡茶室吃過東西 他第一時間說沒有 26號的時候他說沒有 隔天早上突然想起來說 我那天出差 21號去出差 然後我在那附近 然後我就去遠東A13 然後我應該是吃這一間吧 然後才趕快通報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有太多人 你看那個距離時間 就發病跟你吃到這一餐 很多人時間是很長的 所以你要能夠很快的查到 這個案子其實是困難的 我現在舉1988年 在馬來西亞發生了14人死亡事件 一個婦人帶13個小孩去吃 他們吃叫做 他們俗稱叫做老鼠粉 但不是真的老鼠粉 而是一種像是我們的那個 米苔木那樣子的一個食物 結果他們吃完了之後 一個婦人加上13個小孩全死了 但是不知道是中什麼毒 馬來西亞媒體最近 因為台灣這個事件 重新把這個案子再重新翻回來 他們在懷疑說 會不會也是米酵菌酸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太難察覺出來了 全世界的案例很少 並不意味著 它真的只發生這麼少 可能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隔很久的時間才知道 才死亡 所以你要去連結之前的 食物的吃錯 你會變得很困難 好 那我現在回過頭來講 那麼會那麼少的案例 其實也是大家 某種程度可以放心的地方 因為它產生就第一 唐昌普伯克氏菌要生存很困難 其實它的生存能力 比其他的細菌都要來的弱 所以只要其他細菌能夠生存 它都一定沒辦法生存 所以只有在煮熟的食物的情況之下 它耐熱它繼續生存下來 它才可以獨自發展 然後第二個部分 它必須要在那一個發酵的環境 然後20到35度的這樣子一個溫度 待很長的時間 所以煮熟的食物保存不當 保存很長的時間 在22到35度保存很長的時間 才會發生這件事情 第三個部分 它也必須是中性的 就是它PH值必須是7 如果太酸了 它反而無法生存 所以它如果吃到那個酸腐的味道 它反而不見得能夠生存得下來 所以它因為很難出現 所以關鍵是在保存 保存的好它就不會出現 保存的不好它才會出現 如果現做的它就更不會 所以我們就回過頭來講 這時候政府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當然責任險的部分 要去積查它 因為每一家餐廳該有的責任險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實安法裡頭 就規定的 怎麼去弱實它 你藉由現代科技來幫助它 當然是一件好事 那麼另外經常的積查 當然也是一件好事 不過這邊稍微的提一點 我認為原百其實是有責任的 因為它作為美食街 它作為房東不能只領房租 因為你影響的會是 你所有的其他美食街的業者 通通都受害 所以它本來就應該要加強積查 它的積查就應該要包括 食材的保存這件事情 我們去餐廳它的安全衛生 當然也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它或許查不出真相 因為也許真的已經被污染的食材 都被吃完了 我們如果查不出真相 也不代表我們要恐慌 可是這代表的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我們的如何習得教訓 可是最後我要提一點就是 全世界的案例很少 印尼有莫山比克有 中國大陸有 並不是代表他們相對落後 我必須說 反而是他們警覺性夠強 因為也許在其他地方 像馬來西亞 它是不是也是米消菌酸 如果是的話 我們現在動不動不動去扯什麼 中國大陸如何如何 我覺得其實我們用這種方式 永遠無法面對真正的事實 來 位子 我想這一次全國國人 都非常重視食安的問題 絕對不是抗中保台 大家現在關心如何是抗病毒保食安 才是最重要的議題 我其實非常認同剛才的說法 其實我們發現保齡茶室 即便出了問題 它為什麼沒有辦法善後 是因為它根本沒有保公共意外責任線 第一個是說 其實公司登記是地方政府的職權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 系統性的來做一個檢討 由中央帶頭來地方 大家一起來檢視說 我們來做公司登記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相關的保險 已經一併納進去 然後這也作為這個 這個我們特別幾個行業 要來做加強茶器的部分 另外就是我們這個百貨公司業者 今天是因為這個保齡茶室 它在百貨公司裡面 所以現在這些受難的民眾 都還有機會獲得賠償 如果今天保齡茶室 它是一個獨立開店的 今天發生這個事件 我想大家是真的求助無門 連保險都領不到 所以其實這個百貨業者 真的也要負起更多的責任 除了剛才有提到都說 在這個食品保存要有SOP 要有稽茶 連公共這個責任意外險 你在簽約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我快要解約了 這件事情我就可以大意而不處理 我覺得這個百貨公司 如果在稽茶這個部分 連同合約相關的意外責任險 要一併附上 其實在這個事件當中 也會給更多的民眾 有更多的保障 但回過頭來 現在大家都非常關心 到底真相為何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沒有口水 也沒有政治 大家都希望說 地方政府跟中央的溝通 要更及時 可以更盡快的查出真相 但我們今天好像也有一些新聞有出現 也是目前在台北市有發生兩個 這個食安的通報 一個是知名的壽司連鎖業者 一個是知名的自助餐 今天都有發生通報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食安問題大家都非常重視 有訊息趕快通報 有需要大家一起來 趕快把事件的真相趕快來理解 喜歡不論這位 哪有誰 很 wprowad 有雅嗎 打最後我